40岁王宝强被女友拉着出门 最萌身高差抢镜被调侃 向妈妈带小孩王宝强和马荣离婚后 很快有了新的感情 女方被曝是模特冯青 身材高挑颜值在线 不得不说王宝强艳福不浅 在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之后 王宝强一改往日高调 和冯青交往四年 却从不秀恩爱 2月23日 有媒体再次曝光了两人私下里的童话画面 罕见捕捉到二人牵手的恩爱日常 王宝强和女友形成最萌身高差 当日两人现身停车场 王宝强穿着一身黑色 戴着帽子和口罩 估计是担心被路人认出来 才包裹的这么严实 而冯青的一身打扮则显得很青春 粉色卫衣搭配白色裤子 长发飘飘 身材和气质都超赞 身高方面 冯青也比165厘米的王宝强 要高出至少半个头 这才是真正的最萌身高差啊 王宝强的精神状态不佳 看起来垂头脏气 无精打采 就像是做错了事情一样 连路都不看 35岁的冯青 拉着40岁的王宝强往前走 这画面被狗仔调侃称 像妈妈带小孩 简直找不到更贴切的形容 不少网友表示 想到了王祖兰和李压南 两人也曾被调侃像母子 但不妨碍他们相爱 二人绕到自己的作家后 冯青前往驾驶座 而王宝强去了副驾 王宝强经常带着女儿 一起和好友聚会 每次车人同况 我们都会看到 是冯青负责开车 王宝强找了个女朋友 顺便还省了雇佣司机的钱 真是实惠 买一送一的节奏啊 王宝强虽然是草根出身 但也并非是不懂浪漫之人 此前就有媒体拍到过 他带着女友一起约会 吃烛光晚餐的画面 王宝强打扮得绅士帅气 脱腮 聆听女友续道 很有耐心 冯青曾获得过 精威国际超谋大赛 中国赛区十佳模特 参加第60届世界小姐比赛 拿下中国区总决赛 泳装单向亚军 形象这方面完全不属马容 不过冯青为人十分低调 生活中的他 很少打扮的花枝招展 一点都不张扬 默默无闻地坐着 王宝强背后的女人 此前冯青还参加了 王宝强母亲去世的葬礼 忙前忙后神情悲痛 看得出来是个过日子的好女人 看起来比马荣要靠谱的多 两人恋情曝光四年多 2020年就被传出过要结婚 但是双方都未回应 按照两人低调的形式风格 已经领证了 也是说不定的 王宝强以邀请妈妈参加 自己指导的电影《杀精炼》为由 将妈妈提前接到了北京 同时他们也悄悄地开始准备 制作西餐 你先去客房 然后咱们去看庄 点餐先作为准备 那你们准备好 我给你 好 好的 我跟你说 我一直很想要 铁板烧一下 铁板烧 您好 您好 您是王宝强的母亲吗 对 铁阿姨您好 我是李勇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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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厨 好 来 大厨 幸福啊 这样 可以给我妈做的好吃的 怎么称呢 我姓崔 崔 崔师傅 来 崔师傅 我们想要点一些什么菜的 怎么做 牛肉 对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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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 关键想问一下 就是 妈妈那边喜欢吃 什么程度的 不太那么能习惯吃生的 只要熟点软一点的 就是妈妈呢 还是喜欢吃软一点 软一点的 就是我们不介细 然后又要软 也不能熟透 那就考验你的功力了 配菜 还有配菜 前排呢 我还要给您那个 配了一小份的那个鸽干 这样呢 能够让那个牛肉更加 哦 好 好 牛肉 好 可以 那就请 就准备一下 我先请 准备一下 好 来 您坐 明天宝强 他是第一次 指导电影 所以他搞得非常隆重 把我们都叫 来帮着干嘛 然后我的任务呢 就是好好的 把您搜好 照顾好您 然后精神状态 非常好的 去参加他的这个 傻情宴 这个村 在宝强之前 没出过什么名人 没有 没有 哎呦 比如说 那时候 你看 他那个村 给他按 念教 那个村 就搁十里地 那在前 我就不知道 他有那个村 那是现在 过去十里地 都不知道 这村 现在一百里之外 都知道 这村 有个王宝强 嗯 他现在还平时 有一些 那种活要干吗 我 应该是 薄木地 薄木地 听不懂 听不懂 听不太懂 我有薄木地 薄木地 哦哦 对 薄木地 哦哦 你是有带妈妈周门 去吃过牛排 或是怎么样 吃过 我带她去国外 那个度假 那个时候 奶奶有吃过 嗯 吃习惨的 就是让她感受一下 氛围 对 对 喝上是吧 对 你家的 哦 可以哦 想分牛排 好吧 好 那现在我来给你们制作 我这个看一遍 我就学会了 回去的时候 我自己亲手做卖的 亲手做 我跟你讲 你没有这块铁板 你煎不出那个牛排的味道 它这是非常热的 然后很集中的 把肉汁都锁在肉里面 我跟你说 我一直很想要 铁板烧一下 那宝强就让您这么活 出这么大名 他没把您接到北京 来和他一块住啊 他就是接我 接我 我说我带张带不挂 为什么呢 他带张带不挂 跟儿子在一块 带不挂 要带个十来天 八天还行 再多久 不要再去 就不发 还是不太习惯 不习惯 他还会经常回家吗 把门娘也回去一次两次 滚结啊 最想她的就是你 我之前好像听她说 她有三年 没跟家里联系 那是刚到北京 刚到北京三年没联系 三年没联系 他是不是跟您讲 我这混不出头来 我就不回去见你 我看您这一笑 心里面就感觉特别的幸福 您是不是觉得 老强就是您的骄傲 是 北京那 那出来的三年 我没有回家 那因为 我知道我妈 比较担心 就是老强 那些人 有时候会吓唬她 你孩子 怎么那么小 都让她去了 其实会不会 孩子让谁给骗走了 又说她就 害怕 不要帮什么 来我给你 这样 帮她擦汗 帮她擦汗 我拿来这个 包翔 我这会特别想当你妈妈 想当你妈妈 好想当你妈妈 这会让你把这 做的给我吃 那像您现在穿的这身衣服 是包翔给您买的吗 我还有一条一条 那这条一条 那是您包翔给我买的 是吧 我看看 哦 这就是打算明天 明天看 明天穿 就是包翔给您买的衣服 您都舍不得穿 就得到大事的时候 才穿是吧 您穿上这身衣服 就显得特年轻了 嗯 这衣服换着挺好看的吧 好看好看好看 精神 很精神 我的任务呢 就是好好的把您做好 照顾好您 那您带上随身携带的东西 咱们就去一楼餐厅 来您坐这 您坐这 好 这牛排呢 这是煎的时候呢 一定要打火 把它表面上的那个 纤维都给它锁住 这样它的脂血 就不会全都跑出来 这样吃的菜 会是嫩的感觉 对 师傅是煎牛排的 你知道我也是煎什么 我也煎过 都是煎豆腐的 都是煎豆腐的 煎豆腐 煎豆腐 煎好之后 烟盐放到罐子里 或觉得的时候 大家东西什么时候 拿出来可以吃 也可以做饭 做菜的时候放进去 做那个时候 也可以就是馒头吃 也可以往那个 那个饭里边放 实际上煎豆腐 也是很有意思的 好 那师傅在煎豆腐的时候 我让宝强回答一些 快问快答的问题 看看你对妈妈了不了解 好不好 阿姨啊 菜上来前啊 想问您一些问题 我问的比较快 您得不加思索的答上来 第一题 请问一下 王宝强 你的小名是什么 太羞了 你叫什么 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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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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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会叫小马轮你知道吧 小马轮 小马轮是什么 就觉得我好事 就是吃东西 好吃这么 就是实际吃 很好吃 我一跳就不吃 因为我叫别的锅 他叫别的锅 就是我享受瘦嘛 而瘦就是好吃就多吃 不好吃就不吃 就是特别的 你知道吗 每一个当妈妈 给孩子起名 真的是心中的那个 溺爱 想不到哪一个最可爱 哪个就是我 小马轮 叫二的柔气 小米还挺多的嘛 您还记得 您骂他最厉害的一次 是什么时候 有一次早起吃饭 都蹲着在那个院子里 我们乡村院子里吃 吃饭那个鸡都过来 哭哭哭 哭哭哭 老yl 我就哭哭了 哭哭哭了 哭哭哭了 我拿了一个 就是 装价插的 一整人 我就开始喝啪 打死了 不是 二十人 你要这么点的 小金 小金 压了这么多 那小打啊 听到你 不懂了 小金买了这么大点 然后咬了这么大的时候 那小打了 可能下蛋了 嗯 哎呀 我也不想收拾的 你你 打死了 不是 我不是 我就是 但是我打的时候特别难过 然后我妈就看着 一眼到头就追着我就打 徐徐徐生的画面 您知道王宝强第一次谈恋爱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谈恋爱 都忘记了 妈妈记得 那我不知道 其实真正谈恋爱还是来到北京里头 那我妈就知道 蛮您蛮的够严的 那他现在结婚前 他谈恋爱 他后来你领长以后 他领了回家 就领回家了 行了他就搬 不行了他就散 就让您看看 就行了就搬 不行了就散 您说宝强长得像您 您觉得五官当中 哪最像您 我觉得眼睛 眼睛最像 好想见到妈妈 这会儿 你看见不了人 我一般一过母亲节 一过什么的 就跟妈视频 这视频我就 起步自己 我就跟爸在微博 网上很多人都说太像了 宝强打小 最怕什么动物 它怕动物 我最怕狗 怕狗 怕狗 最怕狗 对对 就小时的狗 小时的可爱那种一点点的 你知道叫起来我心度虚 那是被狗伤过还是怎么 狗要过他一口 我小时候我被狗咬得很惨 咬过一次 我们乡下养的狗 它不是小狮子狗什么的 它门的那种 对 大狗 看门的大狗 可厉害了 窝窝过来 直接就 闲着我的脚就咬了一口 当然疼了 就可以 躺到地上了 躺到地上就摇背 那个腰 屁狗 然后屁股上 大腿上 扬了好几口 所以说 现在一旦狗 狗光光之后 自己就浑身就立了 啊哭 啊哭 千八狗给吓唬住 第一次送给妈妈的礼物是什么 是那个羊毛衫 羊毛衫 那给您买的羊毛衫 给他父亲买了什么礼物了吗 没有 给他父亲买 哎呀 那王宝祥 还是 还是疼您 我记得是花了二十几块钱 扯了一块布 然后给我妈 我妈是自己做的一个裤子 就是我小时候穿的鞋 衣服上 都是我妈给做的 亲手做的 扯不做 然后包括鞋 也是一阵一阵拉的 到现在我还留了那双鞋 你知道当一个儿子 知道妈妈所有的尺寸 那是一个多么孝顺的事 真的 因为一般的男孩 根本就别说妈妈的鞋的尺码 都记不住 都不知道 我觉得有两个女人 是我心里是 是最放不下 和最疼爱的 一个是我妈妈 是我女儿 我自己都想拿刀叉 给我妈切一下 好长时间没见我妈 见到我妈的背影 那么认真 但是可以永远聊天 又高兴 又感动 也说不上来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 就像自己小时候 是妈妈 那妈妈年纪大了 长大了 我感觉妈妈成小孩子了 让我对心里 听说不上来的一种 就那种看她的背影 在我心里是 最那种 这只我一个可爱 好大了 我还能承认他 都没想要 好大了 你可爱 我还能承认我 好大了 好大了 都没想要 我还能承认我 都没想要